林佳蓁是位視障者 虽然眼睛不方便 但卻靠著敏銳的觸覺 聽覺和味覺 以及科技儀器的輔助 讓她成為台灣通過 英國咖啡師認證的第一人 粉水筆的部分 它就是關係到重量 所以我們重量上面 我們也有語音的磅層 那它的溫度也很重要 所以我們有語音的溫度計 那甚至就是水量 必須要固定下 所以我們有水滿警報器 來協助 所以透過這些就是 輔助的器材 那再加上一些 特殊的方式 那我們每一位視障朋友 都可以衝爆出屬於自己 就是非常專業的咖啡 而視障歌手王俊傑 更是不受視力的限制 持續在音樂路上創作演出 最近才獲得金曲獎台語歌王 對於一般人好奇 視障者如何學習這些技能 連他身為視障者也很好奇 其他的視障者是怎麼辦到的 就好比說我的夥伴裡面 有人是可以跑操嘛 然後有人呢 是可以去滑獨木舟 又有人呢 可以去成 永度錄日月潭 這都對我來講是非常 不可思議的事情 那更何況是各位 對於很多視障朋友的想像 視障者雖然視覺被關掉 但其他感官 卻是相對的敏銳和發達的 三餘書店和視障團體合作 推出看不見的力量體驗展 邀請大家走進他們 多彩多姿的世界 也透過地下室的密室逃脫 多體會視障者的不變 正在他們一些收集 因為我們不是提前廟 我們是透過他們的 本身的技能 我們要跟他們合作 讓我們正常的人去體驗說 我們要認知他們的感覺 可以去體驗他們 讓這個社會更平衡 包括嗅覺 味覺 視覺 各方面的咖啡的體驗 那最後也有一些 音樂跟視障者生活的部分 那其實我們重點就是要 讓大家知道 視障者可以做的事情 比你想像的還多 比你想像的還不一樣 那看不見它會是一種力量 也是希望邀請所有的好朋友們 能夠進到場子裡面來 去認識視障朋友的生活 可能跟各位的想像不一樣 也就是說閉上雙眼的時候 世界其實還是一樣熱鬧 還是一樣精彩 視障者除了在按摩音樂 和運動等領域上展現技能 其他的領域也還有許多 非常傑出的視障者 主辦單位邀請你來觀展 感受這一股看不見的力量 記者鄭光佩 賴昌邦 高雄報導